三年前我第一次來的 當時是黃沙一片 事實上馬鞍豆這個片區 它發展是非常厚的 因為很多公司的總部已經投資了在這裡 我們距離翠鏗東收費站 就八百米一距離 非常近 所以說它是深中東樓 馬鞍豆第一站的一個樓盤 現在馬鞍豆最缺的就是商業 所以它是商業先做 蛤 錢被人凍結了? 趕著買樓的 怎麼辦 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的時候 資金被凍結 搞到血管無歸 V加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什麼問題 100%由V加賠給你 全港18間分店 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置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由V加就有我做即價 Hello 大家好 我是V加Daniel Hello 大家好 我是V加昌 對了 昌哥 今次第一次和你同台了 是的 你幫我計劃了今天的行程 去兩個樓盤 一個是去中興紫衛城 是 這個是一個網紅盤 它是近地鐵 以及心中通道的第一個樓盤 即是一落車 就是一個樓盤 就是中興紫衛城 剛出高車就看到了 第二個盤是瓦居樂 為什麼會帶我看看瓦居樂 現在瓦居樂是大砍的 砍成怎樣 砍成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我只可以跟他說這個是史上大劇價 骨折的 周邊賣的話 起碼都是萬八元起步 它現在最便宜的 可以做到一萬一千五起步 一萬一千五 一萬一千五 在這個地方 對呀 馬安斗 三年前我第一次來的 當時是黃沙一片的 我都不看好這個地方 我心想 何時才有東西看得到 但我一落條 看到一些寫字樓 看到一個體育館 這個體育館在南沙那邊 是的 另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寫字樓 我看到很多都建好了 是 因為一個新區 一定要給它一些時間去發展 不是說馬安斗這個片區 它發展是非常厚的 因為已經是很多公司的總部 已經是投資在這裡 我看到很多深圳企業 是的 最有名的是華人延企業 華人延企業已經建好了 有人在這裡辦公 還有我們現在後面的 中山客雲港碼頭 亦即將會投入使用 是的 這個口岸 我上網看過資料 可以直接在這裡過關 是的 而且這個口岸是非常大的 我可以看到這個口岸 應該是珠海 比珠海大 珠海的九州港碼頭 我都經常去坐船 那個口岸可能只有三分之一 這樣而已 這裡是非常大的 而且旁邊的鬥仇還有一個回展中心 是萬科起的 這樣就在打地機 真的需要一些時間 好 下雨了 我們一路上車 我們要出發去中興志偉城 是 我們先去中興志偉城 我們今天會分兩閘 下閘的話 就是會去關西一喉 OK 翔哥 進來這個樓盤 用了一個立體模型 將這些地標的建築 主要的交通配套 主要的企業 都很立體地呈現了出來 對於馬鞍島 我確實無數 我的印象 很多都還停留在 三年前那片黃沙的 那你就要和你介紹一下 好 你今天是深圳過來的 是 沒錯 其實的話 你深圳過來走這條深圳通道過來 在這個翠鏗東路 如果不塞車情況下 在前海過來的話 22分鐘到25分鐘之間 如果是週六 週日可能會有少許塞車的情況下 30兩分鐘都會來到翠鏗 可以看回整個馬鞍島是一個長條形 馬鞍島的總佔地是35平方公里 它長是9公里 闊是4公里 我們將馬鞍島分為南北兩個部份 用哪裏來區分它南北 那你就以深圳通道為中間點 然後我們現在的中興智慧城 就是屬於北部的 北部是住宅區 那麼住宅休閒區 除了學校 公園 地鐵站 其實都是有一些 比較大的一個龍頭企業 那些總部都是在這裡的 但是如果是最雙無化的 應該就是南部這邊 南部那邊我們可以看到有客運港 然後有那個會演中心 還有有個地標 未來之門 還有雅矩諾的北塔 都是在南部那邊的 那現在先和你介紹中興智慧城這個樓盤 其實我們距離翠鏗東這個收費站 是800米一個距離 非常之近 所以說它是深圳通道 到馬鞍島第一站的一個樓盤 然後我們去回地鐵站 香山地鐵站 600米一個距離 我們走路都是5、6分鐘而已 非常方便 地鐵站現在都在建 嗯 那地鐵站是哪條地鐵線 廣州的18號地鐵線 現場線 嗯 它共有三個站 這個就是香山站 OK 這個地鐵開通了之後 我們可以用最低的交通成本 直接就可以回到珠光新城 非常方便 而且深圳通道它現在只開了馬鞍島這條線 還有一個支線叫做萬景沙支線 到時候在深圳過藍沙 和在我們翠鏗過藍沙都是非常方便的 嗯 南部那邊有很多的企業 我剛剛看到華盈延企的央企企業 即是阿爺的企業 另外我還看到有中廣核 中廣核在深圳非常出名 在深圳 因為它做新能源和核電 是的 也是有個辦公大樓在那邊 保利長大 就是在深中通道的央企 其實是保利旗下 因為我看到真的都幾萬千寵 在深圳的很多都很知名的企業 又有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德勤 又有分支點在那裡 另外光波龍我也要講講 光波龍其實就是我們做的記憶卡 我們手機的內存卡 就是那些芯片 不是芯片是記憶卡 不是芯片是儲存卡 是的 這個企業是很出名的 光波龍這個 然後還有一些 帶絲樂藝物森這些 就是這些企業我聽過 但我也不太記得他們做些什麼 但更重要是藥業那方面 我第一次來 就是在那個生物醫學科技城那邊 那邊是黃沙 是的 我們剛剛開車 看到這裡其實全部都起了樓 是的 因為它是一個新區 只要我們給一些時間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全新的面貌 是吧 就像以前的一個深圳前海 都是一片黃泥而已 但是你十幾年之後 變化得很大 因為它要建設東西 一定要有時間 那北部這裡主要是住宅為主 那學校 是不是 我可以看到中山紀念小學 鄉山中學 已經是開了 已經是有人在讀書的了 那一輪呢 你記住 凡是有中山紀念這幾個字 都是中山最最高的學校 我們如果是說想入讀這些學校 你給錢也不行 一定要讀書非常好的小朋友 他才招收進去的 那你都看新聞可能會留意到 中山的教育是整個 廣東省乃至全國都爬得上命的 那它的學校是非常有底韻在這裡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個北部 其實北部的話 其實到時候住起來 都是比較舒服 因為是住宅區 可以看到 這個中興置衛城隔離 就是一個徐湖公園 那這個公園已經是起口了 那都已經是開放了 我們平常時可以直接走過馬路對面 就是去走公園都沒問題的 還有讀書都沒問題 而且整個馬安島 它規劃有六個醫院的 其中有兩個是三甲醫院 你想想一個島 它有兩個三甲醫院 是多麼誇張 你看整個中山 現在這麼大的中山 才有六七間三甲醫院 一個島已經是規劃有兩間三甲醫院 所以這個島的未來是非常好的 而且以前它的樓價真的很貴 是的 但是我發現樓價雖然跌了 但是它的配套沒有抬慢 照起的政府 是的 因為政府真的很想去 將深圳外日的企業和人才 吸引到中山 是吧 振興我們中山的經濟 所以馬安島這邊的發展 政府是大力支持的 就是我這樣想 隔離這麼漂亮 你沒有可能在這裏很噁心 是 無論如何都要趁得到旁邊 就是一條橋過幾十公里 其實呢 比起某些深圳的區 它過前海更近 我想說 沒錯 我們看看有甚麼美貨可以選擇 好 可以新加多16棟 第一條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項目規劃 這個模型這裡 我們現在售樓的位置 就在15棟這裡 十五、十六、十七棟都是一個商業配透 這個中興智慧城 它現在有一個特點就是 商業會先開 那麼連尾就會開業 開業商業 那麼我們已經是有部分商家已經確定了 包括麥當勒 喜咖啡 聖頭沙 聖頭沙是一個餐飲 中西餐都有 然後還有一個超市 叫華龍優選 那是賣有機蔬菜的 我們都知道現在馬鎮島 最缺的就是商業 所以它是商業先做 做出來 那我們才有人住在這裡 對不對 應該說住在這裡才方便 是 沒錯 然後的話 就是13棟和14棟 是一個寫字樓 其中13棟那裡是一個酒店 蓋萊登酒店 然後它的頂樓 就會有一個威士忌的酒會 然後14棟是我們中興這個發展商 其實以前中興是做手機的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研發中心 5G技術和手機 是的 它會做一個研發總部 那時候是中興的人在這裡辦公室研發 然後還有一個18棟 18棟這裡也是一個工件配透 工件配透透售 也是一個商業寫字樓的形式 OK 看回整個項目 總佔地81毫 除了有寫字樓 還有商場之外 還有部分住宅 現在住宅都是以小九層為主 17層為主 而且這個盤是心中通道網紅盤 賣得非常快 我們來看看現在賣的產品 現在有貨的單位是三棟和四棟 以及新加推的六棟 新加推的六棟 先跟你說一下三棟和四棟 三棟和四棟都是兩梯四湖的 總層高是17層 一個小高層 面積的話就有八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然後還有一百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還有一百零二的 一百一十六的都有 現在三棟和四棟 它的單價是萬八到兩萬元 而且是送來後華裝修的 OK 再看回六棟 六棟是星期六星才加推的 六棟是樓房單位 它可以亡海 所以它的單價 它的樓間它都OK 因為它最旁邊 前面沒有東西擋了 最旁邊的 沒有東西擋了 那它是亡海的 所以它的價錢會貴一點 大概是兩萬五的軍價 也是送後華裝修的 它的面積是八十九和一百零四方 都是兩梯四伙 那應該要大才能看到海 是 前面那個 前面的兩湖 後面的兩湖都是可以看得有景的 看得有景 但肯定沒有這個大積體景那麼漂亮 是的 我來到這裏 這個價錢我當然想看海 後面的兩湖的價錢也會相對調低一點 OK 相信 我們現在的樓盤房 做在這個三棟的17樓 OK 看看它的後華裝修和它的花園 嗯 好 昌哥 這個樓盤都挺漂亮的 是的 這個只是一部份的樓盤 其實它整個樓盤整口更加漂亮 大概幾千管理費 這裏有三元管理費一個方 OK 這樣收樓時段就是明年的年底 哦 它會商業開了才收樓 最好就是這樣 是的 一入住的配套都齊了 是的 進去看看 好 好 昌哥 介紹一下這個80多方的樓盤是甚麼特點 這隻是88方的樓盤盤 首先門口進來 它膠樓的時候都是防火門 然後是一個 四合一的門鎖 戰合門鎖 都是一個膠樓標準 然後進來後就有一個械具位 械具位可能會相對來說會比較小 確實是小 那怎麼辦 我們可以增加一個 迷你式的一個移動鞋櫃 OK 在這個位置放置 好 然後進來後就是我們一個 餐廳位和客廳位 其實80多方的話 它的餐客廳我覺得是不算小的 我覺得餐客廳真的確實挺闊 是不錯的 還有我們的廚房 都是做到一個腰型廚房 如果88方還可以放雙門雪櫃 是的 沒錯 因為我看到很多戶型 80多方不上90方的都是放單門的 是的 其實為什麼它鞋櫃這麼小 可能它就犧牲了這個位置 做雙門雪櫃 如果你不要這個雙門雪櫃 你做大一個鞋櫃也沒問題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牆 其實就是我們鞋櫃的這個牆 是嗎 是的 你把它打開 做一個大鞋櫃也可以 不過你的雪櫃可能要放出客廳 或者餐廳的位置 OK 好 看看我們88方的廚房 其實走向闊落人 你看看我們兩個人站在這裡 兩個人拍片的好處就在這裡 我經常都說 站兩三個人在這裏做事沒問題 現在我站在兩個人的室 一個就在這裏洗菜 一個就在這裏炒菜 嗯 這樣OK 這個廚房有窗 通風採光是沒問題的 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空間感是非常闊落 加上我們88方有這麼大的廳 這麼大的廚房 它還可以做到三間房兩個洗手間 再看看我們的主洋桌 主洋桌是一個賣點 看看它的洋桌是一個長洋桌 還可以聽出露台連通一間房間 是的 還有我們這裏都會有少許和景 是嗎 因為 翠湖公園 是的 這是翠湖公園 已經開放了 我們平常走過去散步都沒問題的 OK 這個露台也很闊落 看上去也有1米8 你看看 我們除了可以擺洗衣機 涼衫 還可以擺少許雜物都沒問題 對嗎 我就想在這裏擺一張茶桌 茶桌也沒問題 種種花 沒錯 再看看我們的房間的空間 先說一下客廳 我覺得也很闊落 因為它大約我肉眼看 我覺得一定有3米8 是的 我其實很喜歡坐貴妃椅 我喜歡在TenSyn看電視 是絕對可以放到L型的貴妃椅 所以說它的實用率是100% 樓底看上去也算高 大概幾高 3米 如果你裝好吊頂後 大概是2米8 OK 它做了一個假天花 不壓抑 好 我們現在看完客廳 陽台還去除房 就看回我們的房間 首先我們走過來 這間是一個客廳 就是連通陽台的客廳 這樣的話 它陽板的床是放得比較小 實際上如果我們要放了5米5床 可能就是要犧牲衣櫃的位置 不可以放那麼大一個櫃 對 不可以放那麼大一個櫃 放一個薄深一點 然後再看回我們一個 這邊先看這邊 這邊是一個乾濕分離的客廳 客廳 客廳我覺得 80幾床算是這樣的 小一點 但是只有80幾床 是 80幾床 它可以做到這麼大的廳 這麼大的廳房 肯定是有缺點也有優點 看個人怎樣去想 其實這個就是客廳 這個門我會建議業主可以到時拆掉 做三段式推拉會比較出入 是 是 其實它裡面 如果你關門的話 空間也是可以的 其實可以的 洗澡的空間是可以的 只不過出入方式 開門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這邊就是我們一個兒童房 其實是陽台改建的 陽台改建的 也不算小 不小 陽台房也不算小 是一個直角的窗位 採光位 然後看回我們一個主人房的情況 主人房我們走進去 首先它利用了這個空間 是做了一個衣櫃的 做了一個衣櫃 接著再過來就有一個飄窗 這裡放回正常的米5床 是 這是米5床的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一個主位 其實主位的話 這個洗手間是和你剛才說的 向外面開門的 是嗎 Daniel 還有空間也是 洗手間會大一點 是可以的 不過它的重點就是 對著這張床 可能有些客戶 它不會特別喜歡 OK 窗哥 我想問一下 窗台能否打呢 因為我剛才都留意了一下 冷氣全部已經預留好位置 不是放在窗台位 是可以打的 所以你的主人房如果想大一點 將飄窗打到它 打到它的話 你的空間更加大 對 打了它多幾個方 陽版房它是沒有打的 事實上我們看看這個圖紙 是可以打的 是可以打的 而且這個飄窗是全陣送面積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房的飄窗都能打到的 唯獨這個主人房 它沒有打 實際上我們可以打到它 這個就是88方的情況 我們還有大的面積就是102方 還有100方 我們可以看看 我想問一下這個護形的價錢 這個護形的話 截後的話大約是165萬左右 165萬大裝修 然後如果你想做按揭的話 首期大概是25萬 如果是你供20年的情況下 都是8000元月供 如果30年的話 就是6000元月供 明白 好 看看大護形 哇 這個陽版房 這麼白色風情 是呀 這個也是88方的 不過這個是一個創意陽版房 給大家參考一下 它的一個創意空間 它將這個廚房改成一個開放式廚房 整個廳看下去就非常闊 是 還有做了一個風窗處理 OK 打完這個廳的陽台打了 做了一個風窗處理 其實這個裝修是給大家參考 還有一個最大的改變就是 它將那個房改成了兩房 哦 那就舒服了 是的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 那間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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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 客廁 嗯 它如果這樣改的話 其實空間是OK的 OK的這樣改 這個就改了 這個主人房改得大一點 它就改了一個 將那個陈送的兒童房 陈送一半的兒童房 就打了它 做成一個醫務間 一個醫務間 主人房 看回那個洗手間 它還可以放在一個浴缸 哈哈 這個是一個 發展相比創意的示範單位 是的 那便舒服了 是的 改成這樣當然漂亮 八十八方 兩房 兩千 我覺得女主人很喜歡這個醫務間 是的 如果我們人不多的情況下 即兩間房都夠用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可以參照它這樣改的 嗯 住起來又舒服 好 OK 那我們還有沒有大一點的職位 好 我們去看看再大一點點 好 Danny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大一點的樣板間 這個是一百方的南北對樓的壺形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家樓標準 前面有寫明 我們直接去看看 首先我們入門口有一個鞋櫃 同樣的這個鞋櫃位都是小一點的 因為它本來是一個日本花園 它改了一間房間 改了一間房間 如果我把這個牆不要 做回一個 直接進入花園 放一排鞋櫃 接著放一些雜物 這樣就可以了 一百方你要做四房 已經是很不得了 然後看看我們一個膠樓標準 首先入門口這些弧場版 我們看到的弧場版 全部都是膠樓標準 即是做了這種弧場版 是膠樓標準 還有我們電視背景場這個位置 都是膠樓標準 這隻奶油色我挺喜歡 是的 這樣的話地板也是同樣 這隻顏色的磚 可能會有少許色差膠樓 但是都是這隻顏色調 然後中央空調 都是膠樓標準 看看這個主陽檯 因為它的陽檯是 南北對樓的一個雙陽檯 看看主陽檯 我最喜歡南北對樓 這個就是17樓 海景 但是現在這隻顏色只有低層 所以逗手的景 可能會差一點 還有這裡會有空地 逗手可能會起樓 那即是買低層都是望樓景 如果你要買海景 你一定是買陸棟那邊 所以陸棟是樓樓 陸棟那邊就是這樣斜過去 前面那塊是不會起樓的 所以陸棟貴是有它的原因 當然 扭旺 然後看看我們一個餐廳位 其實也夠闊 我們現在放了四張椅 我們可以做到六張椅也沒問題 因為還有空間 正常放六人桌都可以 它做一個圓桌 其實很多情況下 我們都放一個方桌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現在的一個廚房 看回廚房 它是膠樓 抽油煙機 天然氣露 方鈕 然後這個還有一個洗碗機 解決家庭紛爭的神器 還有這邊是一個洗手盆 上面的那個涼霸都有嗎 有的 涼霸都有 它是3000元一方的一個豪華裝修 所以基本上我們見到的都是有的 但是拿去移動的那些一定沒有 對不對 連互長板都裝賣給大家 這個互長板挺好 那個細爐桌也看一看 細爐的地方 簡簡單單看看 預留了一些水位 我見到 是 預留了一個位置 就給大家安裝洗機 電掣 下水位也有的 還有這裡装上一個涼衣架 就可以用衣服 是嗎 好 再看回我們三間房的情況 裡面就是三間房門口 有一個入護花園改了房 是的 如果是不要這個入護花園 就三房兩位 如果要這個入護花園改成房 就變成四房 100房 四房入護花園的場可以打通 變成橫廳也可以 是的 好 看看客廁 這個是一個光室分離的客廁 會比八十八那個會更加大一點 還有看回 它的空間是OK的 這個是一個客廁 然後就是看回我們一個客房 這個客房 這個位置就是預留了一個做衣櫃的位置 因為它的電掣就在這裡 實際上發展商它預留了很多位置 讓我們設置那些東西進去就可以了 因為它預留了 是嗎 明白 這個護營的槍桌是不是都可以打的 是 真棒 打通的話 大很多 是的 那二龍板房可能它就沒有打了 還有交樓的時候要自己打 所以它做一個實際交樓的標準 給大家看看 是嗎 明白 這間就是另外一間客房 其實兩間客房的面積都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後再看回我們現在的主人房 主人房這裡有一個兩邊開的衣櫃間 兩邊開的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裡做一個推拉門 做多一個門 做多一個門都可以 但我正常會喜歡在這個位置做 在這個位置便可以 是的 可以遮擋一下洗手間的水氣 看回這個主人房都是一個乾濕分離的洗手間 空間和空間感都可以 這個是100坊 100坊 其實比起剛剛的三房 大多12個坊 但是它每個地方都大了 而且是多了一間房 因為它有一個入戶花園 是贈送了一半 是的 我覺得這個職其實真的蠻好用 我覺得這個職應該買得最快 是的 所以現在只剩下低樓層 OK 好 那這職的總價大約在200萬左右 200萬左右 如果大家要按揭的話 首期就是30萬 30萬 然後如果月供20年的話 大概是9500元 9500 對 9500元 OK 如果說要供30年大概是7500元 OK 其實現在香港人在中山買樓 按揭應該也不困難 現在是很鬆 很鬆的 因為現在國家大力救市 對於按揭方面是非常放鬆的 OK 好 今天看了這兩個陽晚房 還有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去看 暫時還沒有 因為六棟那裡還未開 未開陽晚間也不會開 因為戶型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是我們的境 會有差異 六棟那裡是完全沒有遮擋的 是新加推的 它是樓房單位 它的單價會貴 明白 但是它貴得來 它應該是最近地鐵站的一個樓盤 這裏是最近這個深中通道 這個高速7樓盤的一個樓盤 因為我們直線過去800米 800米 接著去地鐵站是600米 噢 所以其實這算是一個比較好的地段 是 還有整個島上的第一個商場 應該就是這裡開 那又不是 因為我路過 中部的位置 有一間商場 有些商場是在裝修 可能它還會回來 所以到年底 可能 無論是這裡的商場 還是其他地方的商場 都會陸陸陸陸陸開 為什麼這些商場會開這麼快呢 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島很荒謬 沒有人住 不是的 有人住 有人住 因為第一個 工人 這些工人 會在這裡住 第二個 已經是有公司總部在辦公 已經是有一部分在辦公 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已經是有人在辦公 它有需求 有需求在這裡 就開業了 是的 就開業了 好 今天看中興智慧城 就是我們的上集 我們下一集去灣仔1號 是 瓦居樂灣仔1號 大劈價 我們去看一看到底是什麼情況 如果大家都對這個樓盤有興趣 歡迎撥打我或者昌哥的電話 昌哥你的電話是多少 我的電話是6764-405 6764-405 我的電話是979-44382 979-44382 到時看樓的話 我都會安排昌哥 或者有些其他同事 一齊過來熟悉中山 會和你一起去看樓 我們今期節目差不多 我們準備去下一個樓盤 好 下集再見 拜拜